亲自小白来华强北淘二手亮机 跟着小杨学会这几点 就是能让你轻松拿捏华强北 最近总有不少粉丝 后台私心小杨 自己一个人能不能来华强北淘二手亮机 那么今天小杨就来给你们揭秘一下 其实在华强北 档口老板是不太愿意做小白生意的 但如果你已经决定了 自己要来华强北淘二手亮机 那么小杨接下来说的非常重要 记得做好笔记 第一就是确定好自己要找什么手机 哪个型号 多大那层 什么颜色 以及大概的市场价格是多少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就是如果说你想来华强北减漏的 那么小杨还是劝你再加几几岁 因为这边的水比你想象的深多了 第二如果有条件可以背个书包 这样档口老板会觉得你是来拿货的 很多时候档口老板仅靠观察穿着 就能盼望你一天能出多少货 第三市场上大多数的都是外版机器 其中以美版居多 所以千万不要在市场挨个问有没有国行 因为档口老板通常不会愿意搭理你 因为市场上的国行机器数量特别的少 他们一般都藏在市场角落里 第四市场上每个档口都会标明他们卖的什么机器 问价之前最好先自己看清楚 而且最好一次性把需求说完 例如13128蓝色有吗 因为这里是平衡市场 每天人量量都非常大 档口老板们可没有时间 一一给你介绍手机的功能卖点 如果你想了解 小杨建议你要来之前自己多做做功课 其实在档口老板淘机必不困难 但是要淘好好的机器 一定要有经验和知识 如果你担心拿档口老板会翻车踩雷 那么小杨作为你们在华强美的朋友 帮你们代劳一下还是可以的